今次Risk Mountain就是Staycation 再加上吃饭 Staycation本身一开始就很舒服地由Club lunch 开始 我们可以在Club lunch 坐在那儿看着风景 慢慢check in 吃着 afternoon tea 很悠閒地开始 应该很开心有这个lunch 不要说食物好不好 至少风景都赢了 有180度的香港两边的景都看完 下张照片是不是lunch的东西 就是那个咸茶 我已经全包了 我看下张照片 不是这张有咸茶 这张是咸茶 你只要可以去到Club lunch 它都会整栋食给你了 它就计算人头 一位就出一人份 所以你可以不用在那儿等 现在咸茶没有自助的吗 没有 它就这样上 以前也有自助 不过现在没有商女之后 businesslunch的经验模式也不同了 了解 下一张就是黄昏景色 哇很漂亮 在那个corner位就会拍到有两个日落 你也好可以出窗口外面 在家里 我游着省站在外面拍的 这些窗上 很受两个太阳 很难得的 而且时间刚刚好 check in 吃完咸茶 很多人都应该很向望Riskalton 始终风景很漂亮 而且我之前一直都不觉得 staycation是有什么好玩的 我经常觉得你又在香港 哪有放假的感觉 下去又是旺角铜锣湾中玩 又是那些店铺 但你上到这里百多楼 看得很远 即几面都是风景 其实你平时都不会看到 这个视野的风景 所以在那个时刻 你会觉得真的很舒服 和真的很放鬆 而且以前你做饮食记者 你去到你就说 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风景 很漂亮拍照 然后你就坐下 然后你就进行你自己 饮食方面的工作 那不是享受 你知道它漂亮 你在脑海上知道它漂亮 但你真正要放下所有东西 你跟朋友一起 家人一起 你才叫放假 我觉得心态上不同 比如这个拍照 其实我也是自己突然发现 我不是像做事 平时觉得我一定要拍 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位 就用来交功课 没有 这个真是偶然 所以很享受 而且我跟朋友 没有节奏 这次去staycation 纯粹浪费时间 好 所以非常好 然后晚上的风景也很漂亮 整个维港被你霸了 这里看上去就是 海港城的位置 大地在你脚下 然后晚餐你就选了天龙軒 就是他们的米之年两星中菜 好出名 因为它的配套 其实有dining credit 我们就想不如吃好一点 然后就选了米之年二星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 因为其实也很难够 我都真的非常之久没有去 是 之前可能做东西会比较多些 下一张照片就会看到 他们应该是第一间中菜厅 用Iberical pork 即西班牙黑毛猪去做叉烧 现在也是 没错 还有这个叉烧最好早些订 因为它比较受欢迎 会卖完 因为现在有staycation package 很多人一订 可能一次过订了所有东西 这个叉烧我觉得是最好吃的item 因为它本身很厚 但它是用了猪肩肉 那个位置很软的吃下去 而且你看到它也有一些洞边 明白 这个叉烧大家都大赞 下张照片会看到那个叉烧的形状 和那个肉纹 其实我也记得他们刚刚开的时候 用的时候都经为天人 但是中间有些起伏 因为有些供应员又转来转去 有些肉的质感都会有起伏 所以头半年 其实它的水准会有些飘忽 现在我想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比较好的西班牙黑毛猪 所以应该很稳定 那时候我记得 刚刚这个酒店开的时候 天龙圈的叉烧也是影响我很深 为什麽呢 原来不需要用猪 用西方的猪也可以 还有西班牙黑毛猪的时候 感觉就是很矜贵 拿来做叉烧 不要现在在街边自己买到 还有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梅菜浸鸡 是很好吃的 但其他东西都觉得普通 但我们看看你现在的菜式好不好吃 下一个是什麽 下一个是普通前菜 香腊鸡絲粉皮 这个是套餐 你自己叫的 自己点 但它的辣汁其实是很开胃的 正正常常中规中矩 这个考不了功力 是的 也考不了他们对菜式的见解 它很有趣 其实它的XO酱是不辣的 因为我通常有个朋友 他就很刻意地跟我说 XO酱这里不辣 所以我的儿子很喜欢吃的 但是有香味的 有香味的 明白 然后再下一个呢 是什麽鸡 这个就是上汤包片麒麟鸡 是包片来的 是的 其实我见到它之前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像火腿、冬瓜、海芯 而现在的菜式就是这个包片的版本 觉得如何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吃完这个菜 我临走的时候 有问现场的人 有个同事一个问题 我说大厨今天是不是放假 发生什麽事 但是答案是放假的 我吃这个菜 我会觉得大厨放假 就是这样 鸡就好像不够滑 它有花雕 它又没有酒味 我觉得如果以米之前二星来说 它就不算合格 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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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前面有一些位置跌下来 对 因为两星 你应该对它有合理的要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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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對 就是 你又不是那些大大地 或者大排檔 那些亂農的路線 这个很明显 因为那个鸡真的老 再下一个 我也觉得有点老的感觉 冬波肉是什么 下一个 你先看看碟边 见不见那些汁 汁射得比较开 好似要晕浪过来 搭完水翼船那样抛过来 刚才说presentation 但其实它有个细心位 因为我们打算有人叫一份 一人叫一份 应该吃不到 叫两个share 它上来的时候已经一开四切开了 就是帮你分了 我觉得也有细心位 我觉得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要迎合 香港人注重健康的人 你看它五层肉 瘦 瘦那一层是很瘦的 瘦那一层有种粗的感觉 那么看错 你只看相片都看到 肝和粗又黑 对了 所以对比是很强的 它没有那种融化 即肥肉 均匀进入口 可以化开那种 它是没有的 对了 刚刚刚正在吃粤的葱油鸡 我问它有没有吃 下午啊 应该现在正在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失望的菜 但这个已经是 味道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 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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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质感 中间瘦的位置真的不行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要遷就香港人 但这个不是一个理由 你会搞到菜不好吃 对了 这个有点奇怪 再下一个是什么菜 这个 就是蔬菜 普通鸡油豆苗 那有没有问题 正常 正常但是不出色 正常应该的水准 但是 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弱点的位置 你说 它说 豆杯 豆杯就是 只是头那两块叶 最乱的那块叶 才为之豆杯 因为我们叫豆苗 它再重复菜单 就用鸡油炒豆杯 很烧介事 但是来到整棵树苗 粗粗的感觉 它又不知道是粗的 但不是杯 真的 是否要求太高 不是啊 你两声应该要这样 接着我跟我朋友说 接着他说 我妈在街市买了豆杯 两块叶 我就不知道街市行情 真的不太熟悉 但吃下去有没有问题 鸡油炒都可以的 但是我上次去唐角三星 它吃一碟炒菜心 都特别漂亮 真的 人家会选最乱的那一部分 而且它排得很漂亮 梳好像一把线 而且以前唐角我也吃过 薑汁炒橄榄 真的选得很精细 而且薑汁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出色的话 你一吃你会知道 这个是合格 我只可以用 即是要调节自己的心情 是啊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可能不要那么 多喝两杯 接着下一个是他们的糯米饭 其实这个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这个要赚饭 这个做得好的 好吃的 干身 它的粒粒分明 那个芝麻尔炒蛋 还有那个 也有油润的感觉 那些辣味都香 而且那个辣味切的大小 我觉得挺适合 刚刚你吃的每个饭 很平均分布的辣味 所以这个我觉得做得不错 负责开同事有上班 炒饭的有上班 最后是你们点心的甜品 这个是甜品 酥皮蛋撻 这个做得挺好的 其实 它那个酥皮 它要等20分钟 所以是新鲜局 合理的 这些东西要新鲜局 在这个级数里面 是啊 是啊 但总结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没有太大的惊喜 而且如果以二声来说 就有些讯息 是啊 幸好心情好 是啊 是啊 心情当然好 是啊 放假 是啊 放假 不是每个都心情好 有些人放假都找自己作对 是啊 是啊 就是厉害了 经典名字 susishaito 哇 四季里面的寿司店 是6号 麻烦 6号号 你好 中文叫什么 滋 滋滩 我没记错 是吧 滋滋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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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滩 你是考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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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很难复 他那个人气都是 即使近年其实都开了很多寿司 奥马卡丝 其实 这个都一位难求 应该 一位难求 超级一位难求 都等了整两个月 那他在日本店铺 是米芝莲三星 是啊 还有在全世界 全亚洲五十大餐厅里面有排名 大家都经为天人 每次吃都说 他的手感 温度 魚 醋 什么什么 天鲜 那么完美 其实我之前都有吃过几次的 今次都隔了一段时间 看看是否能保持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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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 那次是去吃午餐 午餐 午餐大概是如何 午餐是1680加1 都1600多 所以应该有所期待 现在不算贵 现在平坦的都是这样 新开的那些 竹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